我不是外交国防委员会啦 但是今天这个质询 我之后有看片段 我想我跟嘉宾委员都是区域委员 那其实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 行使我们的权力 绝对不是耍光威 也绝对不是我们有多了不起 而是因为我们是 背负着选民给我们的权力 我们要来质询行政部门 也因此今天陈柏惟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其实花了20 差不多10分钟左右 因为每个委员的那个时间 其实很短 然后他花了10分钟 他到底问什么问题 其实说真的 我听完整个质询之后 我还是没有办法帮他归纳 因为他有问到了一点之后 然后他又换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他纠结最多 就是他一定要用台语来质询 那因为邱国正部长 他本身来讲 他可能听台语没有办法 那么的流利流畅 而且他没有办法用台语回应 也因此到最后 因为翻译这个事情 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冲突 但是我觉得邱国正部长 我必须在这点 要给他肯定的是说 他回复就是语言 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 如果说立法委员要用 因为他的意识形态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 政治方面的态度 来在国会殿堂上面 来刁难官员的话 我觉得身为这个选区的民众 我不知道说当看到 这样的一个质询画面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委员 有在帮你们选区 或是有在帮我们中华民国 来争取很多的一个权利吗 那最后我也必须要讲 在国防部今天 其实他有很多的议题 尤其其中包括 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讨论到 意南的这个部分 其实国防部 在意南的这个选项上面 其实是非常急就张的 因为我之后 我有再到外交国防委员会 我也咨询了邱国正部长 我就问他说 现在有在学的意南 寒暑假是可以去做服役的 两个寒暑假 就可以把四个月的疫情 那个疫情给服完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变成是 五个礼拜在新训 十一个礼拜要下部队的话 那我请教寒暑假的这一些 在学的意南怎么样来分配 难道是我今天寒假去了外岛 服了疫之后 然后再回来之后暑假的时候 再直接去外岛吗 邱国正部长先请次长回答我 先讲次长先回答是说 不会在学的意南就不用下部队 但是邱国正部长马上又讲是说 我们要再来规划 也因此从这件事情就看出来说 其实易南在下部队这件事情 急就张 因为没有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 那我们也希望国防部 做每一件事情 一定都要想清楚 思考完毕之后再提出来 否则的话 只会让国人有一个误会 就是现在是不是距离战争越来越近 也因此所有可用的兵 都要赶快这边抓一点 那边抓一点 以防不时之需 好不好 我觉得现在是蛮好笑的 陈柏惟一口咬定 说这个邱国正是听得懂台语 但假装听不懂 我不知道邱国正听得懂听不懂 但你怎么能假定 他一定听得懂呢 而且说平常讲话一句可以 真的到那个质询的时候 很专业的 可能听不懂也有可能 那然后呢 因为邱国正是说 语言是个工具 就是说你还是讲 我们都听都能够通的话比较好嘛 你国语不是不会讲就讲吧 然后呢陈柏惟就说 妈妈讲的话叫母语 母语就是国语 谁讲国语是你的话 我讲的话就是国语 我认为我讲的美男话是国语 所以我也但是呢 他说我也尊重使用不同语言的人 但是不能勉强别人 那他不就在勉强别人 他也没有勉强你啊 就是说你看陈柏惟 那个逻辑是有问题 他说我尊重 那尊重就好 那你讲你他讲他的嘛 他也没有叫你一定不能讲台语 他说那你讲台语 我就找一个翻译 对啊 传译嘛 那也合理啊 你讲你的 我找一个传译来 那时间浪费时间是你的时间 我执行就这么多时间嘛 那这位陈柏惟说 你不能勉强别人 也就是说他不能勉强他讲国语 我没有勉强你啊 那你也不能勉强 我一定要讲台语啊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这个他说部长你好啊吧 他我也看不懂他哪里啊吧 他也没有说 你不行用台语讲 他只说最好大家 用大家能讲的话 那你要用台语 就讲台语嘛 然后呢这个 陈柏惟下面讲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今天如果是法国人 站在这里 你会要他不要讲法语 教他学中文吗 问题是你不是法国人嘛 而且你是会讲国语 你不是不会嘛 而且法国人有什么资格 站在这里呢 你会不会太看清立委这个位置了嘛 立委是要选择 法国人站在这边 法国人什么时候站在那里过